那后来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在1992年的时候 也就是先驱者10号飞到它第20个年头的时候 天文学家和科学家们就发现 它的运行轨迹出现了偏差 研究发现它是受到了一个大型天体的引力作用 上一集我们聊到了创世史诗还有太阳系的行程 其实在发现和翻译创世史诗之前 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的史碑和文献 那里面有大量关于马都克的描述 那所有的文献记录全部都明确地告诉我们 马都克属于太阳系 并且是围绕着太阳公转的 于是专家学者就在太阳系里面找这个马都克 那其中有一些石碑就提到了 这个马都克的外表是暗红色的 那一提到暗红色有人就联想了 会不会是火星啊 那毕竟火星上面全是氧化铁嘛 看起来就是一颗暗红色的星球 但是呢这个想法呀很快就被推翻了 因为还有文献明确记载啊 说这个马都克呀在太阳系中间的位置 那太阳系如果算上冥王星的话 那中间位置是木星 那如果不算上冥王星的话 中间位置是火星和木星中间的小行星带 那目前观测发现呢 小行星带上是不存在那么巨大的一颗行星的 那所以啊就有专家学者又猜了 这个马都克会不会就是木星啊 那这个想法呢其实很快也被否定掉了 因为首先呀文献有明确的记载 这个马都克呀是从外层空间 入侵到我们太阳系 但是呢关于木星呢 其实早有记载 它是稳定属于我们太阳系之内的 而且呢苏美尔文明啊 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个太阳系呢 有12个主天体和12主神是一一对应的 关于数字12和60呢 这个我们之前节目有聊到了 在这就不赘述了 所以呢这个星球的数量和位置呢 是非常明确的 那不存在这种魔能两可的猜测 就例如前面说算不算上冥王星啊 就这类摇摆不定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那12天体的中间位置到底在哪呢 首先呢我们得将这个太阳排除在外 因为它是恒星它不是行星 所以呢除了我们要找的这个马都克以外呢 还剩下10个天体 那所谓的中间位置啊 刚刚好就落在了火星和木星的中间 就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小行星带了 那专家学者就猜啊 那该不会这些小行星拼起来就是之前的马都克了吧 这个论点啊也站不住脚 因为文献表明呢马都克依然存在 并未解体或者爆炸 而且呢它的轨道是一个巨大的椭圆形 它离太阳最近的那个点呢叫近日点 它被称为十字路口 也就是我们刚刚确定的这个火星和木星中间的那个位置 小行星带那个位置 而离太阳最远的那个地方呢叫远日点 据这个石碑文献描述呢 这个是深向了宇宙的深处 非常非常远 那再结合我们上一期提到的这个创世史诗 这个尼比鲁呢 它就是肇事逃逸者 专家学者呢得出了一个公认的结论 就是尼比鲁的运行轨道 就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这上张图啊 而且研究发现呢 这个尼比鲁会周期性的回归 这个回归周期如果按地球年来计算的话 大概是3600年回来一次 那上一集呢 我们有提到天王星的运行轨迹呢 是受到某种力量的干扰 那通过计算和观测呢 发现了海王星 那发现海王星以后呢 发现海王星也有类似的现象 它的运行轨迹啊 也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影响 那科学家称之为X行星 后来呢就找到了明王星 起初呢 这颗又远又小 而且运行轨迹有点奇怪的这颗星球呢 曾经一度就被认为就是X行星了 可是后来呢 经过长时间的观测和计算发现 这颗明王星的体积和质量都小得可怜 和海王星受到的那种神秘力量牵引 不可同日而语 从那以后呢 这个X行星就被认定绝对不是明王星 那这个X行星到底是谁呢 到底在哪呢 这个呢就成为了天文学界的一个未解之谜 直到1982年呢 天文学家声称啊 发现了一颗神秘天体 那紧接着呢 NASA就在1983年的时候 发射了一颗叫IRAS的卫星 最终呢 这颗卫星在猎户座方向 找到了这颗神秘的天体 那当时估计呢 这颗天体是非常非常巨大 大概有木星那么大 大家还记得之前这个创世史诗里面写的吗 这个马杜克呀 就是一个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星球 大小呢 大概相当于木星或者是土星 就有点吻合的意思 那到1972年的时候 NASA发射了先驱者10号探测器 朝着这个太阳系外面飞 那几十年过去了 这个先驱者10号飞到了奥尔特云 那我接下来说的呢 可能就会让你失望 就是它飞了这么久 它还在太阳系呢 它还没飞 那后来呢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在1992年的时候 也就是先驱者10号 飞到它第20个年头的时候 当时呢 它距离地球已经非常远了 大概是84亿公里的时候呢 天文学家和科学家们就发现啊 它的这个运行轨迹呢 出现了偏差 研究发现呢 它是受到了一个大型天体的引力作用 那根据先驱者10号发回来的数据研究啊 也证明了这个X行星的存在 它其实受到的影响呢 就是这个X行星的影响 后来在2008年7月15号的时候 在英国威尔特郡 埃夫博里庄园里面 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型的麦天圈 那这个麦天圈呢 画着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和它们的运行轨迹 一个星期以后呢 也就是在2008年7月23号的时候 这个麦天圈旁边呢 又多了几个类似星球的图案 然后在它旁边又多了一个新的麦天圈 那我给大家上张图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多出来的 这儿也多出来一个新的 那这两个麦天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这个第一个麦天圈啊 大家从里往外看 画的就是从水星一直到冥王星 看到吧 所有星的位置呢都画出来了 那研究发现呢 这个位置的分布啊 刚好就是2012年12月21号那天 刚好就是那天太阳系 所有行星的分布位置 那天呢好巧不巧就是玛雅太阳历里面 我们提到的这个世界末日啊 其实呢那天就是这个大周期的交替之日 那关于这个呢 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那一天呢意味着旧周期的结束 和新周期的到来 那一个大周期呢是25625年 所以呢在座的各位啊都非常的幸运 有幸经历一次世纪之交 那那天呢太阳系的位置啊 包括太阳系内所有行星的位置呢 都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所有行星的位置呢都对 只有最外侧的那个冥王星呢 跟实际位置偏离了一些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时不知道 那这个麦田圈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当时也不太清楚 直到第二个麦田圈出现了 人们才恍然大悟 你看啊第一个麦田圈 不是多了好几个类似星球的图案吗 那几个星球呢 大家看是朝着咱们太阳系内部闯进来了 那个带头的行星呢 看大小呢和土星或者木星是差不多的 是非常大的一个东西 那它旁边呢还跟着几个小的 那几个小的呢 其实就是它的卫星 也正是因为这个庞然大悟的闯入呢 才造成了冥王星呢 偏离了自己的轨道 而且不光如此啊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火星和木星的轨道隔得特别远 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尼比鲁近日点轨道 就在这个火星和木星中间 你再看新出现的这个麦田圈 就是关于这个闯入者X行星的详细介绍 而这个X行星呢 其实啊就是尼比鲁 那具体第二个麦田圈 想传递给我们什么信息呢 大家留言评论告诉我 后来在这个事件以后啊 就有新人呢 在2012年12月21号那天啊 就用这个WikiSky和GoogleSky 去朝着冥王星和这个X行星的位置去看 就好巧不巧那些位置呢 都被折起来 不让你看 这个在2015年的时候 天文学家宣布呢 发现了这颗神秘的X行星 那这个消息一出啊 一下子就引爆了 那说当时这个X行星呢 正处于双鱼座的北部天空 距离太阳是80个天文单位之远 那这个80个天文单位究竟是多远呢 这个一个天文单位啊 指的是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那最远的冥王星呢 距离太阳大概是40个天文单位 然后呢 天文学家和科学家就说呀 进一步的研究 大概需要三年的观测和计算 那好 我们就给你三年 那时间呢 来到了三年以后 也就是2018年的时候 这个天文学家和科学家 公布了初步的研究结果 他们说这颗X行星的轨道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 而且非常夸张的椭圆形 那远日点呢 甚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 149500个天文单位 那这个距离之远呢 大概相当于太阳到冥王星距离的 3700多倍 那这个行星本身呢 也非常非常巨大 它的大小呢 跟海王星差不多 而且呢 它正朝着太阳系内侧 飞奔而来 那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 这些研究结果呢 在2018年的时候呢 都已经发表在了这个Science上 听到这里呢 如果你头皮发麻 后背发凉的话呢 就我建议你就心里默念 嗯 一切都是巧合